要看的就是這種檔案救援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 然後因為最近又有發現一個 也還蠻不錯的 所以給各位兩個都做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在哪裡 在您這個一樣 輔助工具類裡面 您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這裡有兩個 這是新的版本 可是我後來 因為剛好最近上個禮拜 它又有更新 所以我在給各位老師的資料裡面 今天有call一個0326有沒有 你知道裡面有多一個新的 這是比較最新的版本 最新的版本 您可以從這邊來 打開 裡面就這個檔案跟這個而已 這個是語言檔 其實事實上它就一個檔案而已 如果你不要中文的話 不要中文的話 就只要call這個就好了 好那我就執行一下囉 好那 現在新的版本 它會有一個類似像這樣精靈 沒有關係 您第一次看好像是這個 那個英文版的 我就先不管它 我就先按取消 您來這個選項這邊按一下 有看到中文了 在選項這邊 就可以把它變成中文 很快吧 這樣 那你先 我比較喜歡是直接進來裡面 再來做啦 那它現在新的版本 就是用精靈的 所以你看我現在弄完了 我再打開一次 有沒有 是不是中文的 精靈的 你如果要這樣子 就下一步 然後看你要找的是圖片 音樂還是文件 還是其他的 然後再下一步 它就問你 你要放在哪裡有沒有 你的記憶卡裡面還是 特別指定哪一個位置 還是垃圾桶裡面的 如果你確定它有經過垃圾桶 你可以去垃圾桶找 如果都不確定了 我們就整個磁碟一起掃描 好就整個磁碟一起掃描 那我就先按下一步囉 開始 它就開始找了 好那 像這個的話其實 我覺得蠻好用的 就是說它也不需要安裝 您可以 萬一啦 我們是不希望各位老師 遇到這種情形 但是萬一別的同事遇到的 你可以伸出你的援手 可以幫助它一下 好可以幫助它一下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喔 四台喔 四台撕跌機 這麼多 對對對 其實我們從那個所謂 資源或這種清掉 事實上不是檔案真的刪掉 它只是好像圖書館 把那個目錄拿掉 書還在裡面 對對對 但是有一個前提 有什麼前提 就是說 這個檔案必須要是沒有被覆蓋掉 就好像我剛剛講 書還在圖書館 可是如果圖書館已經大清倉 那個 書已經丟掉了 就真的沒有 就被蓋掉就真的沒有了 好 各位老師應該可以了解那個意思 對 呃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陳冠希的那個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那您看這裡有找到幾個 不過我想這幾個都跟 欸 我們現在要的東西沒關係 那如果假設你要你就按 開始搶救 他就問你要放到哪裡 不過各位老師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阿妹有一個歌嘛 有一首歌 裡面叫做不要在山口上撒鹽有沒有 嘿嘿嘿 今天如果你是從 西草救回來的 請不要再放回西草 可以嗎 哈哈 因為我們怕一件事情就是說它持續 如果你剛好把它覆蓋掉 那那檔案就真的不見了 所以平常我 假設我確定我是在西草山調 我可能會放到 D阿 或者E其他的 喔 就盡量不要放到同一個磁碟機代號上 那我怎麼知道這檔案在哪裡 您可以從這裡看一下 他沒有告訴你我是在西草山調 對阿對阿 所以你就不要存回原來的地方 那 如果你不要用這種所謂的精靈模式 我們用所謂的進 所謂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 進階模式 其實我比較常用這種方式 就直接掃描 那這樣就整個磁碟一起掃 比較快 因為我剛剛有指定的 您看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找到很多 好像都沒有什麼 沒什麼好看的這樣 那您可以發現 右手邊這邊是不是還有一個叫預覽 所以如果你是圖片的話 你看這個圖 有的 它可以預覽 有沒有 可以看到 而且 其實它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 它會告訴你狀態 非常好 對不對 有點糟 還是非常糟 還是連救回來機會都有 這個是給你做參考 那通常來講 非常好的都是 就是比較近其三的 比較近其三 或者是它持續就已經保留 非常完整的 所以你看 如果說我是就這個 我就一個勾 一個 你就把它勾回來就好了 你看到哪幾個 好 開始搶救 如果 那各位 桌面也是西草喔 所以我的在西草 我就不要放到那邊去 比如說我放到D草裡面的另外一個資料夾 好 那我就按確定 它就救回來了 嘿 它就救回來了 那 您就可以去這邊去稍微找一下 看看您的D詞碟 資料夾裡面 有沒有三個檔案 有沒有 我們預覽看看 有沒有出現了 對不對 這樣檔案就救了 而且您可以發現 真的沒有在哪裡 垃圾桶裡面應該真的沒有這幾個吧 沒有吧 不確定對不對 名稱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不是這幾個名稱 C跟B的 您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C跟B的 沒有 沒有 沒有啊 都沒有 好所以是真的可以救回來 那就是第一套 第一套 所謂的 這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那麼另外一套的話 等一下我再弄完 另外一套是這個 嘿 等一下我再跟您介紹 我的部落格最近有介紹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您 給大家看 走得一把 走得很快